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县院里证明反映140线到院里断车祸频繁,且接往西滨快速公路与福尔摩沙高速公路,沿途商甲林立更有两间加油站,不过沿线14公里缺乏消防砖,让民众担忧周灾救护速度,希望能够增设,毕竟出现事故时,难免要跟时间赛跑。 苗栗县消防局灾害抢救科指出,经过清查,目前140线到院里路段设有消防砖路段共有四处,分别在斯里龙德加商玉田中七路交叉的一处商店,以及附近一处加油站前,其中田中七路口设有两个消防砖。 苗栗县消防局灾害抢救科表示,由于自来水管问题,加上预算有限,虽然140线到较长车祸较多,但是若遇到火烧车或是住宅火警时,消防局会使用临近道路建设的消防砖或是从一旁勾取取水。 另外,若民众认为有需求,可以向消防局反映,消防局会使情况安排线刊。 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三区管理处则表示,一线矿若要设置消防砖,必须是该处条件是否已经有直线配管。 方便衔接,若仅有主干管线或是无自来水区域,暂时就无法设置。 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三区管理处举例,主干管相当于高速公路,是最重要动脉,不可能于每个地点设置交流道。 自来水主干管一同无法随处就设置直线配管,不过民众若有需求自来水工,私会尽量配合会看地点是否合适。 民众指出140线道院里段约有14公里长,因紧邻工业区域国道快速道路,车流量膛大,且车货平传,相应也有不少商家。 但民众表示,沿线却嫌少看到消防砖,让人难免捏把冷汗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